英国媒体称中国是巴拿马文件所涉及的那家律师事务所的最大单一市场 中国政要权贵 藏富资产多倍转成伦敦房地产 与此同时 英国国会批评政府与中国交往时忽视人权 好 我们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 静玲你好 许珀你好 巴拿马文件在全球引发了振斗 英国媒体指称中国是莫塞卡冯赛克律师事务所最大的一个单一市场 并且很多资金都流入了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的房地产 这是怎么回事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从巴拿马文件外流以来 英国舆论就点名中国是莫塞卡冯赛克律师事务所泄密资讯中最大的单一市场 那么英国的卫报今天更在头版报道指出 巴拿马文件显示和中国还有香港相关 那么透过这家律师事务所在境外设立的公司 这个数目是高达4万家 那么其中有许多是中共政治局的这个红色贵族 那么特别就指出了像是贾庆林的孙女李子丹 她在未满20岁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就读的时候 那么在英属的维京群岛名下就已经有公司 诸如此此不胜枚局 那么这些资金呢 报道说这些资金离开中国以后呢 投到全球的房地产 那么伦敦呢 是其中的首选 那么巴拿马文件显示像是当年已经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当年 也是透过这个境外公司 也是透过这家律师事务所来这个隐匿资产 而且到伦敦来制产 所以近年来呢 这个现象是中国的资金 同时转到了伦敦之外的英国其他城市 像是剑桥还有布莱敦 可以说把英国的房价推到了当地人 已经买不起的地步 许破 好的 那么英国舆论对于巴拿马文件 以及中国政要权贵海外藏富 并把资产转移到英国本土 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Yes 设立在这个境外避税天堂的公司 在英国拥有房地产的价值到底是有多少 一直是个不清楚的谜 那么伦敦的标准晚报就这么形容 他说伦敦这个泰晤士和两岸 早就被境外资金所引没了 那么根据卫报这个巴拿马文件外流资料 只显示了说这些房产几乎每10家就有一家 和这个莫塞克冯塞卡的律师事务所是有关的 那么这次大笔文件外流呢 只是证实了过去英国舆论的揣测是正确的 当然这不只是中国政治的权贵 舆论的焦点还包括俄罗斯和中东 英国在这个泄密案集中这一次的案件当中 可以说是扮演了像是蜘蛛网中的一个中心角色 那么英国的舆论因此批评 英国政府对流露的可疑资金是视而不见 那么也有人建议说根本就是应该禁止外国人在英国制惨 所以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全球金融中心的伦敦而言 这是一个相当挑战的时刻 许珀